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明朝1.31条龙 黑海岸全地图 宝箱物质相关景点全收集 解密黑海岸全导 太提自体新知的九宝箱三朝系字宜 这样我们要完成主线 然后我们再把 这个区域任务当中的 这个海风中失落的 这个湛蓝回升也要顽强 这一种有两个 一个上一个下 完成之后会出现一个金色的宝箱 然后你可以先不拿 等我到处再一起拿 然后你先把这个完成 接着还有这个约兰的战术测试 然后在下一个分币会带你们做 这第一个步骤 做完之后就会开启这一些 这有六个 就是地上有三个 然后地下也有三个 然后这个你们自己去完成一下 按照它这个条件完成之后 然后最后能给几个数据东西 然后是解锁 解锁这种蝴蝶 就是手中奖励 这三个宝箱也是 应该是算在地图探索度里的 然后这都是120级 然后到时候 我也不会带你们打 因为120级 有些人可能打不过 然后我就不带你们拿了 然后你们自己去打一下 因为它都在地图上标出来了 很明显 再就说一下 我这个视频底下的探索度 然后我都会给你们标上 这是潮气之仪 还是宝箱 然后这是第几个宝箱 我都可以给你们标上数字 然后你们到时候看一下 小地图来到黑海岸群岛 新知地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沿着海岸边 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一堆红光 这是一个任务 就是一个前置任务 我们先把这个前置任务清了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隐藏的宝箱 然后之后我们打开这个宝箱 叫Long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我们切换一下地图 来到我们黄龙的任意一个 任意一个传送点 我们需要先回到黄龙 接着我们再切换地图 我们再切换回黑海岸 这个黑海岸群岛的新知地 然后这个时候 才会刷新出来这一个被任务 就是什么被任务再用的宝箱 我们依然是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就能够看到 刷新出来的这个潮汐之仪 如果你没刷新出来 你就尝试见什么大退进适用 你各种方法都试一下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一个潮汐之仪 打开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爬一下前方的小悬崖 爬上来就是一个宝箱 你有用别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 新知地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沿着前方的小路 然后有一个 前面有个柱子 在柱子后方 我们跳起来 在柱子后方的楼梯上 有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这里有一个门 我们进入这个门 然后我们选择前往外侧 出来之后 我们往左走 贴了这一个一堆箱子往左走 然后我们跳起来 然后下方就有一个宝箱 然后我们再回头 再回到这个门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选择前往上层 出来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爬一下我们身后 然后上来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 金色宝箱 接着我们再回头 我们需要爬一下 我们的一个大柱子 换上我们的钩锁 钩锁出来之后 我们钩一下 然后爬一下这个大柱子 然后我们往上 往右跑 我们往右拐 然后这里就能有 回忧体力的 然后我们一直往上跑 爬上来之后 这里有个紫色宝箱 拿完之后 看一下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低头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下跳 然后下方有一个 三角的箭头 这个箭头的尖的位置 我们跳起来 再跳到它的下方 下方的空地上 然后我们往前 贴着左侧往前走 拐进来 前方就能够看到 那个宝箱 他喜欢的呢 拿完之后 再按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低头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翻出来 左三角一直往前走 然后下方又是一个 潮击之一 然后我们金鸭怪 青王怪之后 我们打开这个潮击之一 然后再按我们的 这个是东北方向 小低头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贴着这个 海表往前走 抬头看 前方的石头上有一个 拿完这一个裸露的宝箱 之后我们往前看 在前方的集装箱这里 对面按上 对面按边 集装箱这里 又是一个裸露的紫色 紫色宝箱 我们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低对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往左前方看 这里有一个小宝箱 先我们打开小地图 看一下我们的探索度 然后现在是17的宝箱 在我们的探索度 可能就是这样 就讯方面 我们是ですね 还有一个小宝箱 就可以 下期见 下期见